大小便的话,小便比较好解决 我们尽量就是小便在 譬如说比较硬的铺面上面 像是石头之类的 这样子的对环境的影响 会比我们直接相较之下 会比我们直接尿在 就是比较软的铺面上 譬如说泥土上面来得好一点 我们可以尽量减少 我们集中尿在同一点上面 OK,好,以男生来说的话 大概就是要这样子尿 OK,好,就是尽量尽量分散 单一对那个地方单一点的冲击 OK,譬如说如果说我们真的有洗碗的话 或者说我们有肺水要倒的话 也是尽量像这样子 大面积的泼洒出去 就比较减少对单一地方 单一点的冲击 好,再来讲到大便 好,首先就是我们选择大便的地点 我觉得这个从尝试上去判断 应该就不会错太多 譬如说如果说我们在山下的话 首先我们就不会在马路上大便 对不对 好,然后如果说我们平时生活的地方 我们的水源就依赖一个池塘 我们也不会跑去那个池塘旁边大便 对不对 我们就不会在步道的正中央大便 我们当然也不会在我们的取水的旁边大便 这应该是正常的尝试去判断 应该就可以知道 其实我们只需要以在山下的标准去衡量 我们在山上要怎么做 其实就不会错太多 OK,只不过因为我们到了山上 我们会觉得很累 我们会觉得没有人看到 就会做出一些像烧电池这种奇怪的举动 或者是烧铝箔 铝箔就烧不掉嘛 对不对 很奇怪的举动 我们用正常的尝试去判断 我们在山下会做的事情 跟不会做的事情 到山上就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 掩埋的话我会带这一只铲子 这个是圆艺铲 好 这个是不锈钢的比较硬一点 有的是铝的就比较软 那我是带不锈钢比较硬一点 然后挖的时候小心一点 OK 就比较不会弯掉 好 那挖的深度大概就是 以美国那边的LNT 他们的概念是说 在比较一般正常湿度的土壤的话 是挖15到20公分 在比较干的地方 像沙漠那种地方 是挖10到15公分 然后就上完之后 再把它挖起来的土再翻回去 OK 这样子其实就可以了 有听说过半夜去上大号 然后就迷路回不了营地的案例 其实这可以在天黑之前 就先看好主备要上大号的地方 如果说是带队的话 可能就是先跟队员宣布说 在哪边大便这样 另外我自己有我大完便之后 站起来我分不清楚我从哪边走过来的经验 这个时候可以带一根登山杖 我们蹲下去的时候 就用那个登山杖指着我们过来的地方 有发生过大便的时候 就掉下去的案例吗 就远离那些危险地形 不要在危险的地方拍照 也不要在危险的地方大便好不好